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真的在一起过日子后 他却一点都不维护我 每次我和他妈发生矛盾时 他总是想着他妈 孩子现在长大也越来越叛逆了 他不仅不管 还总是跟我对着干 结婚这么多年 我真的受到了太多委屈 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雷先生49岁来自陕西个体 女嘉宾胡女士48岁来自陕西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 眼里带着泪就来了 那是 不想过了 不是不想过了 你说过得太委屈了嘛 自己一个人承受得太多了 如果他能救我费难一点 我还可以继续过下去 如果他没有那个意思 我一个人过着 我一个人太累了 没办法继续过下去了 家庭的委屈大概我们分了几类啊 看看您家占几种 第一类大概是婆媳不睦 第二个 有孩子的家庭 关于孩子的教养方式不同 再往下 才是所谓夫妻关系 大概是这么三大类 这三类您是都占权了呢 还是没有 基本上都在我身上发生了 那咱就按这个说呗 跟婆婆怎么不合 怎么不合 那个时候嘛 我们两个那个因为是自由恋爱 结婚已经27年了 在这27年中嘛 我们婚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幸福 关键是我们当初的时候 我们那个双方父母都没有认可 我婆婆觉得她儿子嘛 又高又帅的嘛 觉得我这个人又矮 又长得不咋的嘛 配不上那儿子嘛 我妈就说嘛 就你这个性格肯定受委屈 我那个时候嘛 就是好像比爱情充分了头脑一样 毕竟我老公是我心里的对象嘛 我就不顾一切地嫁给我老公了 结果嫁给我老公以后嘛 我婆婆那个人非常的强势 什么事她都要说了算 就像有一次嘛 孩子感冒了嘛 我公公要吃饭嘛 就跟我嫁过来以后不长时间 我就好像我们家里的那个帮我一样嘛 洗衣做饭 那个看孩子啥都是我的 我婆婆就跟我说 你给你爸做点饭去吧 我就说孩子又发烧呢嘛是吧 我给孩子看下去嘛 我妈当时就挤了就说 你孩子感冒了 你吃点药不行了嘛 我就说嘛 吃饭的时候还是孩子感冒重要啊 我打断一下啊 当时您在哪 在外边干活呢 离家近的还是远啊 二三十公里吧 哦 他就觉得我把他的意思给违背了嘛 就说我这个媳妇是忤逆的一样 他就说些不好听的话 我这个人特怕他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啥那么怕他 我就给我老公打个电话 我说你回来 我家里受不了 妈就咋我事了 他就说那你等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结果我就和孩子去那边等他嘛 等他回来以后 结果我们到家以后 我父母回家 我搬救兵去了一样 我又没说你媳妇啥 你会跑回来干啥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嘛 你跟他出来说一下嘛 老公来了之后 是带孩子去看病了是吧 没有 不是那不是应该去看完病再回家吗 家里的时候还没出离完呢 那要是婆婆会觉得是 猴子搬来的救兵你知道吧 确实有搬救兵的嫌疑 干嘛不带孩子去看病啊 不是刚刚跟你说了吗 我婆婆那个人挺强势的嘛 我就赶紧回去 把这事摆平了以后再去嘛 让老公跟妈说两句好话 带着孩子咱走 这个事别掉在那了 结果她没说话是吧 结果她没说话 我婆婆那个人嘛 就是指她说 让她把我妈接来 我当时一下午就哭了嘛 我又没做完 说到事 你把我妈叫来有啥意思 你说这话 你听谁谁都可气吧是吧 我就想着妈 你可以站出来维护一下嘛 其实当时的事确实也没有她说的那么的大 有点夸大其词你看 我又夸大其词 那是你太回后你妈了 到房间以后我就和她大吵了嘛 我说你婚前对我那么好 那你婚后以后你判我两人了 我说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结果我一起去家嘛 我第一次和她吵架 我就离家了嘛 您离家是什么意思 我听听听听嘛 我就没敢去我娘家嘛 我就去我朋友家里了 不是 您是自己走的 还是带着孩子一起走的 我自己走的 我说你没家的孩子 你怎么自己管 我也不管了 我就抱着那种心态 我就气得 我当时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嘛 所以这事挺奇怪的啊 因为孩子发烧 跟婆婆起的争执 结果这个事情发展到最后 老公也回来了 孩子的病也没看 媳妇还跑了 是吧 那你没见到孩子你都不管 你发烧感冒了 你都不管我管啥啊 所以我看您的性格也挺爆的 离家出走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们家反省一下嘛 反省了吗 当时呢 她走了以后 我以为她去了她妈家 我能去我妈家吗 怎么能去呢 我妈本来就不愿意嘛 我是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我去再跟我妈说 不急不急 您以为回了娘家 对对 然后呢 到娘家接下来 没去 为啥不去啊 我想呢 她去两天 有可能就回来了 哎呀 您的心事真大 结果两天之后呢 两天之后她没 果然回来了 你还是你了解 我前程也回来的嘛 她把我的性格拿你 她死死的嘛 她肯定知道我会回来嘛 不是 这位先生 我问你个事 就是因为孩子病了 你也从外面被叫回了家了 甚至还要让娘家妈也来一趟 在那个时候 孩子去医院看病了吗 没看 就是你们扯出满天的云彩 就被这孩子病了 到最后这孩子这病没看 对吗 没看 然后那我再问一下 你妻子当时离开家 她去她一朋友家了 她离开家那个瞬间 孩子还病着呢吗 当时是孩子抱着烧 给 还烧着呢 是吗 烧着又 烧已经好多了 好多了 你说这孩子是有多冤 你们一帮人拿我 当一话权 把这所有的热闹全整出来了 到最后我该病还病 行了 没事了 您接着聊吧 我离家她也没管我 我就自己一个人 潜着脸回来 因为我走的时候 孩子不是发烧吗 我不放心 孩子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就对她说嘛 我就说 你觉得咱俩这 还能过下去吗 事情都到这种程度 我说你能过就过 不能过 我们两个就 跟咱好吧 他怎么回答 他说了这句话 我说你站着办吧 随便 怎样都行 他说了 我也没辙了 当时嘛 我感觉到 忍一忍嘛 就失望了 和婆婆的文心 和我站不到统一站线上 我就想说 你教育资金的文心 你应该和我 达成一个共识吧 但是我老公 他也没有 行 您几个娃呀 我两个娃 那个大女儿 26岁了 已经成家了 小儿子那个 现在16岁 正在上学呢 他现在嘛 就是随着老公 那个惯呢 他对我越来 感觉到我说他啥 他啥也不轻 对我越来越叛逆了 不是叛逆 因为你总在儿子变见 唠里唠叨 唠唠唠唠 谁受道理 那我是妈 我不唠叨他 我不教育他 谁去教育 好好好 这孩子现在怎么样 孩子现在就是 在学校里和同学们 打个价呢 干什么的 越来越叛逆了 老师就给我打电话嘛 打电话以后 我儿子直接给我来 一句话 这说我不上了 就开始上学了 出去打工了 也不和我联系 也不跟家里说 儿子出去打工 您知道吗 不知道 那就我们可以 视同为一个 16岁的孩子 离家出走 就是 他出走了以后嘛 我就通过那个同学 我就打听到了嘛 他去外面打工了 我就对他说 我们两个去 把他找回来吧 太小了嘛 就像说 你说比起儿子 现在马上 又要升高三了嘛 就关键时刻 他不能掉链子嘛 要不然孩子就毁了嘛 他这是亲我的了 他和我一块 开车车去找了 结果在我儿子 那个地方 等了两天两夜 都没见儿子 没见着孩子嘛 我说没办法 我们就回来了嘛 结果隔了几天嘛 他就打电话了嘛 爸 我想在外面干了 外面干了 我挺辛苦的 我想回家 挺好 生活历练一下 我当时我的意见就说 他要是在这个家门 我就打着他的腿 我就说 你就不用回来了 你觉得外面好 你就带着外面呗 他回来 您就这么跟他说的 我就跟他跟他说的 我说不让他进家门 结果他和我的意见 也没有打 那当然应该是 把孩子接回来了 谈一谈再送回学校 他接回来以后 那我也没有反对他回家 他嘴里就那么说嘛 不是你嘴里说 不就代表你的态度嘛 他回来了 我也没打的 他竟然给我打了 预防针了嘛 他把儿子回来以后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撤去不管了 先生说的是吧 这冷静啊 那我这个性格不行啊 但是孩子回来以后 我压制住了 我还好 我压制住了 压制住了 压制住了以后 结果回来以后 现在就是 他不是打工挣钱了吗 买了个手机嘛 躺在床上 出去了 离家出走了多久啊 三个月 回来带了个手机 带了个手机 多少钱的手机呢 我也没问 不是 为什么不问呢 我不想和他说话 因为我觉得 他把我的心都伤了 我说你爸 能管吗 你就让你爸管去 我管不了 你就不管了 真是 行 那就至少说明 这孩子在外面 三个月 没饿着 没动着 还给自己 挣一部手机 回来之后 这个 有了手机怎么了 有了手机 他就整天 船上躺平了嘛 打游戏嘛 上学吗 没有 他走了以后 我就跟他办休学了嘛 办了个休学以后 他那个直接躺平 他回来以后 就觉得外面 请辛苦他 我在家里可以享受享受了 整天那个玩手机啊 你把饭做好了 你让他吃饭嘛 不按时吃饭 不按时睡觉 现在就这么待着 儿子 其实呢 我和儿子已经 沟通好了 儿子也 也想通了 转必到 今年的 那九月份 去 去学校 复学了 复学 这事不就过了吗 他现在那个意思是 孩子这个问题吗 还是我的不对 前面和婆婆那问题 还是我的不对 那就是吧 你见了孩子是 什么态度 我见了孩子 能是啥态度 我嘴里说的 他不是我生的吗 我难道不爱吗 你不能整天见了他 唠里唠叨 叫人轻了 烦都烦死了 你整天了 唠里唠叨 说个不行 现在还说 还说 我这个人嘛 就是这样的 我就说我不说 他不知道嘛 我眼泪一点 我管你 我是为了你 我不是恨你吗 多妈的 哪能恨你呢 那婆婆也是为了 你们这个小家好啊 哪是为了嗨你们啊 她哪是为了 我们这个小家好啊 如果你自己 那是为了孩子好吗 好好好 您结婚27年 挣过钱吗 基本上就是 做着小灵活 家里主要靠谁啊 主要靠我老公 主要靠老公啊 这老公对你怎么样 她的那个 所谓的朋友面前吧 比对我这个老婆还好 就是那一次 她朋友跌钱嘛 她还好 她那次对我打招呼了 你给我说了 我就给你这建议 我就说 那个人不努力 我说 那个人 在春那个名声不好 有见无还的那种 她就说 我都给朋友 撂出去一句话了 你让我不接 我这脸面要拿放 我跟你说了 我是看得起 你跟你说 我说 那钱是你挣了 你爱给 你给我说啥呢 我说 她把钱借出去了 借出以后嘛 我就天天为了这个钱嘛 我就说 给你了吗 你要什么了吗 我就问她 她明明知道 我借出的钱 到现在没有要回来 她整天地问 你的钱回来了吗 要回来了吗 借钱说 借出去数额多大 也不多 就是一万块钱嘛 这钱借了几年 七年了吧 还打算要吗 我说嘛 我说嘛 我就说 我就是说 慢慢用 慢慢用 我就是你要嘛 你不要 大姐 大姐是这样 多少给别人一点尊重 我知道在您家 我也没必须尊重她呀 因为你不断地打断 赵川跟你丈夫之间的对话 因为我说到话 说得不对嘛 我跟您说 也尊重别人的话语权 你说话的时候 我没打断你 对吗 来 你接着说 七年打不打算要 打算要 行 这哥们是哥们吗 哎呀 现在说也算是吧 咱把面子咔嚓一抹 穿在裤子兜里面 对 你跟我说一句话 您觉得这是朋友吗 应该现在不是了 不是了 打电话他又不跌 这钱还打算要吗 要回来的希望不大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 也觉得这事自己做得不对 对 但是如果人家老说 你也觉得没面子 烦的 就是烦的 行 这个 这不能认定为说 对朋友比对你好 你说这个借出去的钱吧 那是钱 毕竟是身外之物吧 对 那比起我这个人的身体生命 我感觉你很重要吧 那当然重要 那如果就说我得病了 你朋友让你去机场接他 你选择哪一样 不是 看您得什么病 重感冒呀 已经快到四十度了 哦 高烧四十度 高烧四十度了 然后呢 然后他那个朋友就打电话嘛 就说你来机场接我一下嘛 他那种那个反应就说 没事 没事 你等着 你飞机落机我就到了 同样不回去就走了 这事儿解释解释 那就是 当时我朋友家里 他是出了一件事 我跟他说 你先喝点药 我说了吗 你喝点药 我说你喝点药吗 解决了的话 我就喝药了呀 我干嘛 就是感冒发烧 喝点药难道不行吗 那是高烧 去医院了吗 最后去了 他接朋友回来去的 已经三四个小时以后了 我接朋友回来以后 三四个小时 你应该三个多 之后我就上病呼了嘛 睡着了 他把我弄医院去了 当时人家医生就说 你这怎么能抽心呢 老婆都到这个城 你才送来 所以这件事儿 您过意不去是吧 过意不去 我心里觉得特有趣 我当时走的时候 他人也很正常 那这个事儿又急 我就走去接朋友了 多急的事儿 他母亲住院了 没人 行 这事儿特伤心是吧 特伤心 是我的生命都不顾了 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都不如别人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可以 二十多年 你觉得这个男人疼你吗 没结婚想疼我 结了我以后不疼我了 是感觉是吧 我就这么认为的 我们看一件事儿 特别有意思 就结婚二十多年 如果一个老公 从来不疼自己的妻子 那么二十多年 就会有一种 习惯性的思维 反正他是不疼我的 反正他是不管我的 我感感冒 我自己弄点退烧药 吃了就行了 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 为什么在这个事儿上 你的反应那么大 不是 我都觉着嘛 我跟上一个 别觉着 这个事儿你讲完之后 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的感受好像 平常在家里 还挺受宠爱的 至少在这个家里 好像婆婆 如果是老大的话 您至少是老二 排不上 那您排第几啊 最底层吧 行 听明白了 你老婆有什么缺点 嘴碎 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缺点 有 就是什么呢 就是总爱捞里捞刀 把以前的事过来过去 反反复复地 在你跟家里说 好 翻牛账 经常这样 好 翻牛账 经常这样 那您老婆有什么优点 优点我还没看出来 有多大的优点 那你怎么跟人过了二十多年呢 那就是那孩子也大了 慢慢过吧 下面的问题 慎重回答 如果再选一次的话 你还娶她吗 我娶她 那么嘴碎的一个女人 娶她干嘛呀 因为当时没有她 那许多事上说 我还有点闹傻的 不说了 还有感情 该您回答了 嫁不嫁她 说不上来 确定说不上来 确定了 好 挺好的 我要问的问题 没有了 那到底这个婚姻里面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姐 大姐 你这吵了架都不敢回娘家 那你离了婚去哪儿啊 自己养活自己呗 都想好退路了是吗 那你离了婚以后 你不自己养活自己 还靠别人养活吗 但是我没有看到 你们这个婚姻 马上就要走向破裂了 恰恰相反 我看到的是爱情的样子 那不是 那是她觉得她样 我不觉得 她感觉她没受委屈 我说让我受委屈了 您先别着急 为什么我会说 我看到的是爱情的样子 如果这段婚姻当中 你的抱怨 你的愤恨 都已经持续了 27年的话 我们换作一个 正常人的思维 你是不是应该 用最快的速度逃离 你哪有力气去炒27年 那个时候孩子小嘛 现在孩子长大了 对 长大了可以逃 就是 好 这也是您的一个说法 我承认你情绪 已经积压很久了 就是在这段婚姻当中 为什么刚才说 爱情还在 但是你为什么会有情绪 是因为你找不到 被爱的感觉 这个被爱的感觉 大哥你没有给到位 所以他现在表达的是焦虑 你们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你看不到希望 你只要相信一点 他对你是爱的 你只要相信 他是想对你 好了 包括人大哥 刚才说 再有一次机会 还会娶你 你选择的是我犹豫 你犹豫什么 其实你一点也不犹豫的 你觉得还要嫁他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不相信 他本身就是好的呢 给他一点希望 你们现在的婚姻 不就能解决问题 也把情绪放下吗 胡特姐 今年多大岁数 48岁了 想让儿子回去 要念书吗 想 你跟孩子说完了之后 孩子愿意吗 那是他爸给他说 就问这个 这件事上 让孩子回学校念书 这件事上 谁做了有用的事 老公 他做的比 咱们做的怎么样 好啊 我跟你说啊 特别严肃地 跟你交流一件事 你不要因为 孩子学习不好 你就去把它完全否定 女儿出嫁了 这个咱们去修补关系 是慢慢的事 婆婆岁数大了 咱们这个修补关系 27年了 你要特别突然地上去修补关系 你再把公婆吓着 但是咱们家儿子十六 你作为他的妈妈 你要跟他修补关系 先从认可他的一个长处开始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其实你自己和我们的感受 是一样的 咱家这老公是真不错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 我二十多年了 我一再地忍让 对吧 和婆婆的关系 和孩子的关系 和我生病了 你不陪我看病 你去机场接朋友的 这种不愉快当中 你在忍让 其实女士 你这个词用得不对 不是在忍 而是我们生活 就是这样 你应该接受 谁家没点婆媳矛盾呀 谁家老公 没有点粗心大意的时候 你去到处问问 你的朋友们 亲戚们 谁家没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家和别人家一样啊 我没听出来哪里不一样 如果非要说你家不一样 你这老公还挺能包容的 比别人家老公 做得还稍微好一点 我们遇到了问题 用积极的心态 去解决 去面对 就能找到光明 我倒是劝你一句啊 你老公说你 二十多年唠唠叨叨 我认为最近几年 他应该是唠叨 到了一个顶峰了 是不是 你有没有思考过原因啊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二十多年了 应该慢慢脾气 越来越好 你们磨合这么多年了 对吧 你孩子也大了 他咋就脾气 越来越大 越来越老的 他越来越大的脾气就是 他慢慢觉得生活是失控的 女儿大了 嫁人了 妈管不了了 儿子青春期叛逆 妈管不了了 自己快五十岁了 感觉容颜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他的生活越来越觉得失控 加上这个年龄段 女性有的一些激素变化 他不就今天这个样子了吗 你怎么就没动动脑筋啊 让你老婆找点属于 他自己的快乐行不行啊 他的这半生就是围着你们这个家庭转 老公 孩子 公婆 麻烦这个 是不是 现在孩子也大了 找找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要天天围着整个家转 找找你和老公之间的爱好 不要满脑子就是你那青春叛逆期的孩子 他不就能有点亮色了吗 生活 他就不成天沉浸在那个唠叨当中了呀 大姐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不要沉浸在家庭的琐事当中 去关注一下你自己内心的喜好 哪怕你出去交交朋友 唱唱歌 跳跳舞 我希望你们50岁以后 孩子都长大以后 能够重新找到你们爱情的样子 也找到女士 你自己生活的亮色 好吧 好的 约着去旅个行啊 然后约着去 你们俩看个电影啊 他就不唠叨了 咱用点方法啊 别光一味地包容和忍让 用方法走好以后的路 希望你们幸福 雷先生 你是一直对他包容忍让吗 对 对什么呀 他和你的母亲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向着谁 这不能说是向着谁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一个中间人 中间人 对 是吗 他是这么做的吗 我还没感觉到 我感觉到他偏向他妈妈 不贪护我 这是第一 为什么你感受到的 和你老婆感受到的不一样呢 第二 朋友那个钱借钱这事你错了吧 事实证明 错了 你有跟他道歉吗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钱没要回来 他每次都说 我挣到钱 我可以 对啊 所以说你没有表示歉意啊 这是我挣的钱 因为你根本就没准备跟他道歉嘛 之前你也没准备跟他商量啊 他发高烧的时候 你去接那个朋友 他都烧晕了 哪件事情更重要 当时我走的时候 他还 还好就是三十九度吗 三十九度难道不高吗 这件事情你当然做的不对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有这个时间去和朋友交际 你有这份心去放心的 笨自己的事业 都是谁在家 是他 他很简单的 他在家里什么样 在舞台上就是什么样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说吧 你念旧账吧 然后我不回应 我不改 这不叫包容 这叫冷漠 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份热情 沟通 真正的去理解他 前段几位老师说的已经够多了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 多跟老公沟通 不是唠叨 好不好 多制造一些新鲜的事情 和他去聊天 就这样 谢谢曲总 谢谢老师 来帮帮团的老师们 大姐您在小片中说 这个过不下去了 太累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跟您在一起生活的人 他们更累呢 所以广电帮帮团的建议就是 其实我觉得您还真正 爱您的家人的话 管住嘴 迈开腿 停止无休止地唠叨 走出去 找朋友聊聊天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果说还有一些 想不开的时候 我建议您多跟女儿 多沟通 多取经 好好的 谢谢 谢谢啊 有一个问题 我就请您反思一下 现在还有多少家庭 在妻子四十多岁 接近五十岁的时候 突然说 老公你要关怀我 我这家庭不幸福了 我要跟你闹离婚了 然后这个老公还特别配合地说 你怎么闹 我就陪着你闹 这种家庭你见得多吗 反正我这个家庭的情况 我不知道别人家庭 感觉我就是这样的 没错 你的感觉是对的呀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感觉 就跟你儿子说 我妈太凶了 我不愿意跟她交流 一个意思 你发现你做的所有事情 在情绪过后 永远达不到你的目的 知道什么是目的吗 我想让孩子上学读书 孩子去上学好好读书了 是个目的 孩子发烧给孩子看病是目的 不是就此而跟婆婆大吵一架 然后自己再离家出走 彰显自己在这个家庭的家庭地位 你犯的错就是这样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我们认定 这算一个幸福之家 至少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 看到了一些幸福该有的样子 有争吵 有不快 但是家 向着一个幸福的方向在走 一会儿 借钱的事道个歉 接朋友的事道个歉 这事道歉 我就说都亏得好 为什么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自己发烧了 不知道照顾自己 还靠别人 这想法就是错的 那能错吗 你傻呀 我家庭不是让他照顾我吗 你傻呀 靠墙墙倒不倒啊 这都靠了大半辈子了 所以心里难受啊 预期太高啊 你那个时候给自己吃了个药 不行啊 你让自己不难受啊 你等他等三四个小时啊 这不是自己难受吗 这个事道个歉 面子不重要啊 幸福才重要啊 口舌之快不重要啊 幸福才重要啊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会生活选广电 真情六十万 刚才我请了各位老师 对我那个婚宴的建议和那个剖析吧 我感觉到那个 我们毕竟是自由恋爱 还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 我想着人母又玩人嘛 只看到对方的缺点 而忽略了自己存在的问题 我想借着此我们两个 把那个自身的问题证实一下 把我们的婚宴关系再捋一下 毕竟我们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二十七年了 我想着要结束这段关系 我心里还真的很纠结 应了那句话吧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吧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 但是对你来说 你只要做到以后 不要太多的唠唠叨叨就行了 所以你说啊 你就留给人家十秒 人家想说点贴心的话 你上来先做一段报告 何必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各位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吕老师来预测一下 应该都会出来吧 同意 同意 会都出来 看看他们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多坚定 以后的话 我变得请静一下 再一步变成了 我以后也会 盖到我唠叨的毛病 来 见证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您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高老师 谢谢支持 请回 请回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他从来没把我当作他的男朋友 什么事情都不和我说 在他心里 我可能就是个摆设 他多虑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 从小到大都很独立 在恋爱中彼此相互不麻烦 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我只是单纯的想对他好 可是他总把我置身事外 我感觉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疏了 他就是矫情 也不懂得换位思考 还总是跟我争论对与错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烦 很心累 来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董22岁来自湖北学生 女嘉宾小谢20岁来自湖南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不是 你们这是什么专业的 篮球 模特 我们是服装专业的 服装专业 对 这么高啊 同伴同学 对 是的 谈了一年 一年多 大吉 我们现在大三快大四了 怎么了 今天为什么来 是这样的 因为我感觉在认识这一年多嘛 我感觉很多时候 他并没有把我当作他男朋友 而且我问他一些 关于未来毕业后的规划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的想法 我就跟他说 就是说我以后毕业想去 像南京啊 杭州啊 上海这些城市 因为那边的话 跟我们这个专业比较契合 因为我们偏时尚一点嘛 然后就想去那边 工作机会多一些 然后我就问他怎么想 然后他也没有说出什么 然后我就以为他 还是比较愿意跟我去嘛 那实际上呢 他其实不是这样想的 寒假时候我跟他去旅游嘛 去他城市那边旅游 然后当时想着要去 拜访一下父母嘛 见一面嘛 但他就非常抵触 就是用各种旅游去搪塞我 就感觉好像 没有跟他父母提过我 他没有把我太当回事 没提不代表不当回事 姑娘怎么那么冷静地站在那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无敌取闹 我之前没有跟我父母讲过 我在谈恋爱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 就是还没有稳定下来嘛 还是不能够去见家长 他那天到我家附近了 他突然间跟我讲说 要去见我父母 那我突然间带个男朋友回家 那我父母会不会就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不尊重我的家人 觉得有点唐突是吧 太唐突了 你就是对着我嘛 勉强说让我见见你的姐姐 还是通过打视频的方式 也没有说我先下见下面嘛 他视频的时候 他姐姐就问我说 他现在正在考研 考研可能要考回湖南嘛 以后就业也是去他老家 就湖南那边工作 他问我是不是到时候 跟他一起怎么样的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有计划了 未来规划 但他没有跟我提过他的考研 然后我就觉得 他真的有把我当回事吗 这种事情都不愿意跟我说 那我之前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 我说我想回家 是你自己没有当回事 而且考研 他本来就是一个 不确定的事情 就是我能不能考上 都还另说呢 而且当时我姐姐 就是的确就是有事 没有办法见下见面啊 我带你打视频 不就可以了吗 而且我跟我姐姐 关系就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愿意带他 见我姐姐 就说明我已经 就是对他很上心了 我不懂他还在生气什么 他生气的可能 不是见不见姐姐吧 而是在外人的嘴里 听到了关于你 未来规划的一些消息吧 那我觉得考研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个人规划 只要等考上或者没考上 结果出来之后 再去商量这个事情 你现在不管怎么商量 都是一个未知数啊 你起码也可以把你考研 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嘛 你说我肯定是支持你嘛 但是呢你隐瞒我 是把你有点 算是欺骗我了 理解 这个是让你心里不舒服的 还有什么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 也能证明说他 就是心里没有我的存在 比如 就像平常发朋友圈 每次出去玩 都是我要求说要拍合照嘛 但是他每次都 很少会主动说提一拍 等到拍了之后嘛 都是我一把我发朋友圈 会发我们合照 他就几乎不会发 就是朋友圈里面 是完全见不到我的存在 感觉他好像就故意 去把我藏起来了 我平常就是一个 不太爱发朋友圈的人 而且我微信里面 都是一些工作的伙伴 然后还有学校的领导老师 还有我的家长 像我之前也说过了 我没有跟我家里面 讲过我谈恋爱这个事情 如果我到时候 去屏蔽我的家里人 他肯定又会多想 所以我干脆就不发呀 而且我觉得谈恋爱 不是我们两个 自己的事情嘛 为什么非得要 去发朋友圈 去秀恩爱呢 你是多没安全感啊 小子 我直接 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很多事情不愿意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啊 你知道吗 我感觉他心里有这些小算盘 所以我也挺感慨的 时代发展得特别快 过去以这样描述出现的 都是站在这边的女生 在情感关系当中 现在以这样的状态出现的 就居然倒了个边 行 听明白了 没安全感 继续 然后在前段时间嘛 他当时 他生气出了点问题嘛 就是得了肠胃炎 就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大 加上饮食 可能有点不规律 然后他就直接住院了 他当时还骗我 说什么 他要外出工作 然后我还是比较信任他 我就说行 那你出去 要注意安全什么的 但实际上没有 他其实在医院里面 在打点击 然后这个事情 我还是通过他室友 才知道的 他故意不跟我说 这个事情 你怎么那么愿意宅呢 你就别跟他谈了吧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让我想不通了 这个事情其实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我也是为了他好 我是因为在乎他 所以我才不跟他讲的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因为我当时住院 其实肠胃炎 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病 就是住院也是因为 医生跟我说 为了方便打点滴 不用学校和医院两头跑 那段时间 我们课程很多 也很忙 我知道如果 我跟他讲了的话 他肯定就会请假 过来照顾我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我才不愿意 去告诉他 而且就是我跟他讲 我因为就是压力大 然后吃饭不规律住院 他肯定又会过来讲我 然后劈头干脸 给我一顿说 所以我才不愿意跟他讲 而且到后来 他不是还是知道了吗 知道之后 他就请了假 过来照顾我 他当时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 是很感动的 我也很开心 他愿意过来照顾我 但是他到医院 我当时还打着点滴呢 他过来劈头干脸 给我一顿数落 然后就说我不在乎他 然后不把他当男朋友 什么事情都瞒着他 那我不就是 恰恰因为在乎他 我不愿意 就是他因为我的事情 然后去耽误太多的学习 所以我才不愿意 去跟他讲的嘛 好好好 人生太有意思了 不知道刚才那大姐 在不在听 肠胃炎打点滴了 我都不通知你 那个时候发了烧 你就不能走 我自己药都不能吃 真是感慨 这个解释能过吗 他说我什么 当时学习是吧 但是我 你都不告诉我呀 我当时请假来 还是因为担心你呀 是吧 就关心则断嘛 其实当时 他是因为那个 吃饭不规律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学期 我们要上一个绘图课 而那个绘图呢 用手机啊 iPad啊 它是画不了的 它只能用电脑绘图 那当时 他是没有买电脑嘛 然后呢 他又不想跟父母说 我要买一款电脑啊 刻意时间 他就疯狂去兼职 周末也是去忙着兼职 就导致他每天 就可能要忙到晚上 十点多 十点钟 才能回家休息 然后第二天呢 还有早课呀什么 就几乎每天就被排满了 导致他可能吃饭啊 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就没有吃 然后呢 因为我知道 他这段时间很忙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忙 他不告诉我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很生气嘛 就说 你到底是在干嘛 他才承认说 我是因为我在展现买电脑 我说你可以跟我说嘛 我可以去资助你啊 或实在不行 我借你钱 是吧 你先买电脑 你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嘛 你搞那么累 我很心疼你啊 他不愿意说 你知道吗 然后我跟他转账 他不收 然后就跟他有点吵架了 他就不想跟我吵 他就直接不理我了 甚至把我拉黑了 我真的心里很委屈 我是为了他好 但是他不愿意拟提 你知道吗 我弱弱地问一个问题啊 你跟他谈了一年多了 对 他的性格你也应该了解呀 都不愿意跟他父母伸手 这么独立的一个女孩 生病了都那个 他干嘛要跟你伸手呢 但我觉得谈恋爱的两个人嘛 应该相入一末 互相帮忙对吧 就觉得我们俩现在 是一个人了是吧 女生是觉得 我们是独立的两个人是吧 是的 我觉得我谈恋爱是谈恋爱 生活是生活 他不能混为一谈 好的 还有吗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 他其实也不太尊重我 就是像上个学期 我外出实习了 我整个学期 几乎都不在学校里面 他干什么事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了 有一次他搞了个校级活动嘛 他结束了 他就跟他的一些同学啊 或者一些学弟学妹就聚餐嘛 他跟一个学弟 他两个人 他们就对着喝酒 然后他一个人 跟那个学弟 喝了一整箱酒 他喝得醉醺醺的 等到他回宿这 知道吗 就有点耍酒疯什么的 然后他还是室友跟我说 让我去管管他 说有点喝太多了嘛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他去外面 喝这么多酒 都不告诉我 我真的觉得 他真的有把我当回事吗 你类型真的有我吗 那我还得实时 跟他报备嘛 当时本来活动结束之后 因为我是负责人嘛 所以我就拉着就是 大家说提议出去聚一聚 我喝得多一点怎么了 我也自己心里面有处啊 我也不是傻子 四个人我就跟他出去喝酒 而且也没有说耍酒疯吧 就是大家喝了酒 跟室友开点玩笑 他非得生气 那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嘛 那我就是什么事情 都得要实时跟他报备嘛 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少饮酒 我也没有经常出去喝酒 影响健康 就是偶尔出去 没别的 就是担心你的健康 那我觉得他就是 想要来控制我 就非得要我什么事 都跟他报备 然后征求他的同意之后 我才能够去做 那我不跟他讲 不就是因为他 就是不会同意我去 所以我才不愿意跟他讲 我觉得他就是 打着关心的旗号 想要来控制我的生活 我觉得我的生活 不只是有谈恋爱 我还有其他的 自己的社交圈子 说喝酒 我就想到还有一次 他外出有一个活动嘛 他们那个活动 需要去开车 但他没有驾照 不会开车嘛 然后他就找到一个学长 然后那个学长呢 大一的时候追过他 好吧 帮忙嘛帮了嘛 对吧 人家还专门请假 花了几个小时去来帮他忙 帮完之后 他就请人家吃饭 又喝醉了 你觉得这好吗 又不跟我说 他很多事情 都不愿意跟我说 对好吗 我真的心里没谱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人家是喜欢你 好吗 就算你不喜欢人家 但人家对你有感情啊 是不是如果人家喝多了 我跟他都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都大一了 都过去这么久了 而且我跟那个学长 我们之前就是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在相处 难道你表白失败之后 你就必须要当仇人了吗 你就不能跟人家来往了吗 而且当时在那边 我讲 不做解释啊 解释不通 我特别好奇的是 听你男朋友讲 就是所有的事 你都不太愿意跟他分享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让我去 喜欢他吗 肯定喜欢啊 还想继续谈吗 肯定还是想谈的 这个男生有什么优点吸引你啊 他还是对我很好的 就是特别的上心 也有去考虑我们的未来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但是我不喜欢他管得太多了 可是他考虑你的未来也好 对你上心也好 在你这儿不就是叫管得多吗 这哪里是优点呢 他的处理方式有问题 我觉得他的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 所谓他的心态没有问题 就是他对你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对你好的方法 是让你觉得有问题的 是的 他有什么吸引你呢 就是他这个人 他是热爱生活的 就是算他工作很忙啊 有时候很辛苦 但是他也会出去玩一下 放松一下嘛 然后有时候也会通过兼职 给自己买些东西啊 也会给我买嘛 然后呢 他自己也对他朋友啊 都很上心 比如说朋友有困难 他都会主动去帮忙 很热心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我都很欣赏 好 那你现在来到底干啥 就是处理我们今天的矛盾 我觉得他对我 他不够坦诚 一直就心里都觉得不太 觉得就没有那么 你是不是不确定他爱不爱你啊 有一点点 我来帮你问问 好吧 打今儿起 你爱考湖南的研究生 考湖南的 你爱考湖北的考湖北的 我也不问 我不需要知道 对吧 我们俩谈着恋爱就行了 对不对 我尊重你的空间 行还是不行 行 异地恋爱什么都可以啊 我是能够接受异地恋爱的 我觉得他就是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哎 打今儿起 你爱点滴不点滴的 你只要给我报平安 我知道你活着就行 行还是不行 这不是这个男生的方法问题 亲密关系 我就是想亲近 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干嘛 对不对 你一直在说 他的方法不对 你的方法就真的好吗 姑娘 为什么这么抗拒呢 你给我的感觉是 在我的生活里 这个男人是可有可无的一个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出现 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不需要他的时候 那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体系 我来自圆其说 男生 你是不是这个感觉特别明显 是的 因为感觉他很多时候说了 没有我的存在感 然后有困难 他也不会找我帮忙 他宁可去找他的社友嘛 或以及其他朋友 他愿意 哪怕商量一下是不是都好 对呀 就算我跟他讲了 他也不会就是像他所说的 就是完全尊重我的决定 那之前买电脑那个事情 他当时知道了之后 不是就给我转账吗 给我转账 我就不想收他的 我说我要是急着买的话 我就会去跟我父母讲 让我父母给我这个钱 我肯定不会去收你这个钱的 然后他就非不听 他就非要给我转钱 让我收了他的钱 他就觉得他是我的男朋友 这是他该为我付出的 但是在我看来 就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你想的是他在通过这种方式 站地盘是吧 是的 好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段关系 老师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首先特别想问问女孩子 你和妈妈之间的 从小到大的这个关系 是那种无话不说的关系吗 不是的 就是我从小 我父母就是特别忙 经常外出工作 所以我从小是跟我姐姐 一起长大的 然后也不会特别地 管束我我家里面 是不管你 还是不关心你 不会特别地关心我 我做什么选择 他们都是支持的 是支持的还是没关系 没关系吧 所以你看 同样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事情的表象 但它背后的逻辑 却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在你们 刚才的这个讲述当中 我能够看到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是男孩子一直要的存在感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的独立 我们一个一个说 先说你的存在感 其实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存在感 要的是 它的付出是被你需要的 它的付出是被你周围关系认可的 你没有给它需要 你也并不认可 你周围的关系甚至都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独立 为什么我刚刚会问到 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我看到你的独立背后啊 是你在独立地长大 独立地成熟 能不开口就不开口 你的家庭当中并没有给你太多的认可 你要去证明我是可以的 但是我刚才在听男孩子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应该生活的这个家庭 是一个容错空间比较大的家庭 就是你可以失败 我可以走着看 那有机会我就去看看呗 大不了我再回来呗 我去哪都可以 你认为亲密关系就应该是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你能容错 然后我也能和你贴近 我们之间是一种结盟与捆绑 所以它的诉求和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你们从最开始相互吸引的东西 其实都是自己身上缺的 它需要的是从原生家庭当中 很好的剥离出来 完成自己的独立 你缺失的 是家人之间亲密关系的那种捆绑与温情 但是我说句实话 女孩子 我不知道在你这么冷淡 甚至冷静的背后 是延迟的热情 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淡 如果是冷淡的话 这个可能会是将来困顿你们很久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导致你们分道扬镳的那个问题 如果是延迟的热情的话 那么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问题 是可以解决得了的 小谢 你觉得独立和不管不顾 是一回事吗 你比如说 我要跟我一个学弟喝酒 我不会有什么过火的行为 但是我喝酒会很晚 我跟你说一声 你反对我会去 你不反对我也会去 我安全我会告诉你 这个是我自己拿了个主意 这叫独立 什么叫不管不顾 我连说都不跟你说 跟你说一声都是多余 你担心是吧 活该 这叫不管不顾 你是独立还是不管不顾 我没弄明白 我觉得我是独立 你觉得你是独立 就是你好多事情 我连告诉你都多余是吧 不是的 你看啊 还有就是我觉得独立是不是就没得商量 你比如说 你要留在江浙户 我要回湖南 我呢 最起码得跟你说清楚 说清楚之后 我可以选择为你 我要不要改变我将来的道路和规划 这个我能独立选择 这个叫独立 我以后要回家的 然后不商量了 你觉得这叫不管不顾 这还叫独立 所以我老觉得我们是不是混淆了一个概念 咱能有些事跟他说明白吗 哪怕咱们最后自己拿主意 告诉人家一声 也是对人家一尊重 但是我的后来 我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跟他讲 我说如果我没有考上的话 我愿意跟他一起出去试一试 但是考上了的话 我就是得回湖南 我觉得我已经做出让步了呀 你说明白了 然后呢 他就一直就纠结 我没有主动跟他说 您是不是期待一个愿意跟您走的人 就是以后嘛 未来 对啊 我觉得谈人家 他可是有自己的方向 你如果需要一个跟你走的女孩 你现在的女朋友很有自己的方向 所以你要的那个人 可能不是对面那个人 你带着这种期待 你跟他恋爱 他觉得麻烦 你觉得委屈 他会一直麻烦下去 你会一直委屈下去 我给摆明了告诉你 他不合适 这俩人谈恋爱吧 都用彼此喜欢的方式相处 或者能磨合出来一个一致的方式相处 这才是一个好的爱情啊 你俩 我觉得磨合不出来 他要的这个阶段的感情 就是我们彼此独立 你不要影响我的发展和我的社交 我也不需要你来 给我更多的照顾和呵护 我对你有好感 有喜欢 我们就用这小部分的温度 来维持关系就行了 我生病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不给你添麻烦啊 你也别什么不工作了 跑来照顾我不需要 他就写着三个字脑门上 不需要 姑娘说实话 我觉得一个二十岁的姑娘 如果是在一段热烈的爱情当中 她就是应该燃烧 释放 我觉得你没有 你没有是因为你性格独立 不想拥有太亲密的关系 还是说你不够那么爱她 你要自己去感觉 至少我听起来 你并不爱她 不符合一个热恋期间 女孩子的状态 是 我们不提倡恋爱呢 但是该热恋的时候 就应该热恋啊 如果没有热恋 是为啥呀 是我们心里有创伤 还是说这个男人我不够爱 但是如果 她就是尊重我的决定 让我去的话 我肯定是愿意主动跟她讲的 但是她每次 她都会找一些理由 你为什么要去啊 你为啥不带上她去啊 因为她当时不在学校 就是没有办法过来 你都告诉都不告诉她 她能跟你去吗 当时我在外面实习 你我们这边比较远 如果她告诉你 你会让她去吗 我是比较尊重她的想法的 我真的听起来 这个男生真的是在一段 热烈的爱情当中 他很在意你 而你的冷静让我觉得 你并没有那么在意这段关系 这就是我的感受 我是觉得两个人不合适啊 男生 但是你要接受 这种冷冷的 很理智的 很独立的状态 那你就继续受着罪呗 反正我是觉得没必要 我当时劝姑娘啊 其实爱情有很多种 那最适合自己的 让自己最轻松快乐的 就是好的爱情 如果你在这个阶段 就想保持冷静 和那么清晰的界限 我不麻烦你 我没有那么多需求 你就不要找她 那就是彼此折磨 你也觉得很烦啊 她老折腾你啊 老嫌你这个嫌你那个呀 那何必这么拖着彼此难受呢 你就带她方方考你了言 回你的老家 让她去寻找和她一样热烈的姑娘 不好吗 我们彼此祝福 当然 我相信你们分不开 但是我未来的方向 一定是这样的 谢谢 女生谈过一场奋不顾身的恋爱吗 没有 这是初恋 对 她是我初恋 那这是初恋的味道吗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你给我一种感受啊 这种感受也许是 是她的感觉 就是你总是在有所保留 你总是在保持一个 自己撤退的时候 也不会损失太多 因为你在朋友圈里头 她没有存在 你的父母面前 她也没有存在 你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不太考虑她的感受 那她身上有什么点吸引你的 您告诉我 她非常的阳光 然后做事非常的认真 长得帅 对 这些都给你一种什么呢 一种安全感 包括她对你的好 这都是你希望汲取的一些营养 可能你周围的那些人 或者曾经像你表白过那个 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你觉得她仍不完美 因为她没有触动你的感觉 她无法让你情不自禁 她无法让你全身心地投入 你放不开在这段感情里头 有没有这段感觉 有 对 但你也不知道说 哎 她不错呀 我为什么放不开呢 哎 这就是感觉没有道理 这不怪你 这是你们在可能是错误的时间 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情愫 因为你们是互有好感的 但它无法变成真正的爱情 一场没有未来的爱情 有所保留的爱情 坚持下去有意义吗 我不看好 谢谢曲总 帮帮团老师 所以广电帮帮团呢 我想跟男孩说啊 就是在这段关系中 你别总做感动自己的事 你做的那些事 其实它不太需要 其实我听了她的成长经历 这个女孩 我挺心疼你的 因为我觉得在你的心里 你的家不是你的退路 但是在她跟你相处的过程中 她觉得你也不是 她的成长经历 必须让她时刻保持清醒 她要为自己谋出路 她才是自己的退路 所以我觉得 在这段感情当中啊 就是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 就是你们两个 没有对齐颗粒度 所以我觉得其实 女孩你就是 为自己考虑好 为自己打算好 走好自己的路 男孩你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不太适合 广电帮帮团 其实我想对女孩说 我希望你能明白 爱情里最锋刃的刀 不是争吵 而是隐瞒和欺骗 当然我也觉得 你的隐瞒的多 欺骗的少 但是你要知道 一次的隐瞒 只需一秒 但是信任的城堡 一旦出现了裂痕 日积月累 她会瞬间崩塌 然而你要重新建立信任的话 她却是一个慢慢的长路 所以我不管你有多独立 你既然选择了她 作为你的男朋友 你们的状态 就是携手前行 那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你们要同步 我真的希望你坦诚相待 即使会有矛盾 会有冲突 加油 听迷糊了是吧 没有没有 大家要告诉你们的 就是你们俩的这段恋爱关系 会很艰难 因为你要付出很多 她也要打开她内心的那扇窗户 量给你 一会儿啊 好好说 想想她需要的是什么 她需要你的是 时间 是耐心 是慢慢地接纳 你去想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会生活 选广电 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你过去的一些经历 让你变得现在如此坚强 但是我觉得吧 没有哪个人是愿意这样如此坚强 因为你的过去的经历 让你不敢去对别人敞开心房 但是我是愿意去接纳你的 我是很心疼你的 我愿意能够在你困难 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去帮助你 去安慰你 因为每个人 我觉得感情就是这样的 互帮互助 是吧 可能或许你现在还是 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 这样 但是我相信我的 能够去改变你的想法 能够更好的两个人 相互帮持走下去 我觉得我们俩 更多需要是磨合 你不要就是企图 就是想要去完全去改变 我的想法 在没认识你之前 二十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觉得我的性格真的是 很难完全去改变 我觉得你完全搞错了 我们需要的是慢慢来 而不是说 就是这么去改变我的想法 我教都教不会啊 谁谈恋爱是给女朋友上课 把女朋友变成了 自己的爱人的 这就上来就给人上一堂课 人家为什么说你着急 你动脑子不跟你说了吗 时间接纳嘛 你这 你也别太冷了啊 别仗着人家喜欢你 这我们有点看不下去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吕老师 预测一下 应该都会出来的 双出 我来不一样 难出 女不出 来 看人家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说点啥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你这时候来这套干嘛呀 你这 还爱不爱 我尊重她的选择 还喜不喜欢 喜欢肯定喜欢 但我也尊重她的选择吧 女生耍点小杏子嘛 喜欢就接着去追嘛 不要着急嘛 慢慢来嘛 好 赶紧追起来 其实从他们上来的那一刻 开始他们讲述的时候 这个结局多多少少 已经可以预料到了 因为在一段情感当中 当你的内心完全没有 像一个人打开的时候 这段恋情恐怕不会长久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 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看电视小武技 选中国广电 再一次的感谢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